稀土战还有什么 争矿产 美国现在就在做动作 而且就连欧盟这边 也在干嘛 也说要跟非洲国家 好好的合作 欧盟美国 要牵着非洲一起来 要干嘛呢 好我们其实简单说 大家还叫Global Gateway 这个全球门户论坛 不就在本周登场吗 要跟中国大陆一带一路 来互别苗头 结果有消息有成果 是什么呢 就是欧盟的官员 跟刚果的部长 尚比亚的部长 签有关关键和战略 原材料价值链 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 所谓的洛比托走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穿越一条 跟这个非洲 贯穿这个非洲 也就是在刚果的南部 赞比亚西北部 这边从安哥拉的洛比托 整个连结起来 然后呢 要把它连结 用交通 然后促进农业 数费基础设施 扩大电力投资等等 那么一起联手 挑战中国在关键矿产供应链 主要的一个主导地位 来 赖老师 慢了 欧洲跟美国慢了 真的慢太远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速度 因为他们的基建的速度 不可能像中国那么快 而且你不要忘了 中国大陆在非洲投资有多久了 而且这么久才一个坑牙铁路 所以我觉得美国他们这个话大饼 讲大话做不到的 你要横贯整个非洲的大陆 大西洋跟太平洋 你要横贯 我坦白说 编出2亿多 2.5亿美元 各位观众朋友 您想2.5亿美元要横贯 非洲的整个大陆 调查研究草案 就是超过2.5亿美元 那就不要再讲建设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牛吹得太大了 这种备忘录 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觉得第一个真的是太慢了 而且大部分的重要的矿产 跟重要的节点 都被中国大陆所获得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大陆是整个配套的 矿产跟交通设施 还有安全 因为交通设施的安全 还有运输出去 还有加工 这些都是一条边的 所以我觉得欧亚要跟上 中国大陆的速度不容易 他们要再加把劲 但是那个钱挣得太少了 2500亿美元 看看能不能拿得出来 好 来好 再来呢 这个街大使 谈谈李克强 好 我们看到呢 那么他惊传离世的消息 8月最后一次露面 参观墨高窟 还笑容满面 民众高喊着总理好 但没有想到突如其来 竟然因为心脏病而过世 对 事实上的话 现在看起来很多消息出来 就李克强他是原来就有心脏病 对 所以这次可能就是说他住的地方 可能不是一个 我看了一些外面很多这些嚣张 他不是一个怎么讲呢 附近的医院不是那个对心脏病 是很快可以处理的 那个环境不好 所以这有一点有一点运气 对 那通常我觉得中国大陆的 这个高层首长的 他这个所谓的保健医疗团队 是很注重他们身体的 对 所以我第一个就排除 他是突发的 不晓得自己身体有这样子的情况 有人说他晚上在游泳 还在突发的情况 我觉得他应该是知道 自己身体的状况 只是说心脏病有的时候 就是来的就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那不过68岁事实上他当时 这种裸退的情况 是尤为中国大陆的政治传统 那事实上现在就知道答案了 他是身体上健康 身体真的是有问题 那而且我是觉得 中国大陆这种各个 这么大一个国家 这种国务院总理的这种工作 对他的身体造成的这种掏空 压力有多大 有多大 很多事情身体有几个事情是对身体很 第一个你要好运动 你要饮食 第二个对身体伤害很大是工作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太大 工作的压力通常让你这种精神上跟体能上都超负荷的 所以长期在这种工作上体能上 精神体能超重 他真的是 如果他不是做国务院总理的话 我觉得他还可以多活好多年 所以我觉得做过这种工作的真的 他当时这个完全罗退下来 这样对我有谣传就是说 那是他家里面也不希望他继续再接受这么成功 那果不其然他这个身体当时应该就挺严重 那虽然已经就是说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工作压力 可是他的身体我觉得已经被掏空的蛮厉害了 然后在这个所以68岁真的是很年轻就过世了 是 确实很突如其来 是 好 来 在大陆从政 例如说总书记 或者是国家主席 或者是总理 这个位置都不好坐 14亿人口 然后这么的复杂 而且中国大陆的城乡的发展差距那么大 族群又多 然后这个就是高度文明 然后有一些是很落后 就是文明建设很快 但是你人要跟上又不那么容易 然后七嘴八舌的又很多 你还要有地区性的平衡 还有国内外的大小事都要处理 坦白说要管理好这么一个大国 要养活14亿人口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当高管 我们感觉到他们真的是人才精英 汇集到中央 这些人工作量真的是太大了 我觉得真的不是人干的工作 因为在中国大陆当官真的不是人干的工作 说到这个中美关系 说在这个亮哥 因为刚才我们在谈 到底是不是你看 美国仍然还是要跟中国大陆要竞争 又说要合作 可是这个竞争 难道还是持续要遏制大陆的发展吗 用这样子的方式吗 今天你看 有媒体就有报导 外媒有报导 美国有所谓半导体去中国化 五年计划 那但是呢 当然企业也在看着政府的动作调整事业 但如今当然印度是不是渴望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很多就迁往这个印度设厂 比方说像苹果 还说苹果五年内要让iPhone在印度产量扩大到目前的五倍 但是 但是 当然呢 美国有他们的这个做法 雷蒙多当然可能也还在努力吧 拜登不知道怎么想 可是呢前台积电研发副总林本坚 那么根据彭博他的报导就说 其实呢这位林副总他有讲 美国是无法阻止中芯 华为等中国大陆的公司 在晶片技术方面取得进展 中芯应该能做到 以现有的ASMO设备推进到下一代5奈米制成的技术 真正美国该做的是保持IC设计领域的领先地位 因为你看像是华为May 60 Pro 他就有真的突破了 而且呢 他其实可以用旧设备去做突破 然后照样可以做出一个7奈米给你看 来亮哥 这个当然要听业界的声音 上面那都是吹牛的嘛 美国政府那个都是吹牛的啦 事实上三星也抱着同样立场 他说要限制中国 他们卖给中国东西就等于是加速 让中国的半导体可以自主化 连三星都表达这种异常嘛 所以你要相信台积电跟三星的高管 还是要相信拜登跟罗伯特这两个政客呢 业界的声音才比较真实嘛 不然就是嘛 因为你连库克都要特别跑去中国说 我们i15是95%在中国制造的啦 你增加5倍印度制造 看你中国市场怎么卖 这个就很现实的嘛 他们都不知道耶 这些人对市场都不了解 就是在那边 印度人也怕买到Made in India的 所以我就说 这个就是他们那国务商务部的幕僚 在那边办公室里面随便炒稿嘛 这是一个笑话啦 什么叫做去中国话 那你叫英特尔撤资啊 英特尔还 最近才刚去成立的那个智能中心啊 你记不记得 是是 你为什么不叫英特尔撤资 美光还扣他投资 是啊 就讲那种自相矛盾的话嘛 对啊 所以他现在就讲说这个无限期豁免 只是为了说暂时 是为了什么 要让美国这个不要伤到自己的企业 所以暂时说来个无限期豁免 我跟你保证拜登的官员随时改口 就等拜登转头啦 就这样而已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